Hello,大家好,我是Alec 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国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品牌 当时都要推出GMT的计划都延迟了 而去年我们的生活慢慢回到正轨 不少的国家都开放了边境 所以又有不少的品牌开始推出GMT表款 ETA跟Selita一直以来都是 唯一有座GMT通用机芯 但因为是瑞士机芯 所以使用的表款价格都不便宜 去年SEIKO在SEIKO5系列推出了第一款GMT手表 使用了金工第一款平价的GMT机芯NH-30 后来就有不少的新兴品牌开始推出了GMT表款 而后MIOTA也马上推出了 MIOTA 9075 Traveler GMT通用机芯 今天要开箱的是RCE品牌最新的手表 Acentis GMT 在介绍手表之前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创办人Travis Travis的正职是一名机师 所以他对飞行员所需要的工具表 非常的了解 也就所以推出了Acentis GMT这个表款 Acentis的中文意思就是升华有上进心的意思 其实后来发现RCE真的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品牌 几乎所有的名称都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 Acentis的表径为40mm 表壳其实是38 但是因为加上了外圈 所以整体的尺寸加大到了40 表长为46mm 厚度是13mm 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厚 但是从侧面看到 可以清楚的看到表壳有往下削 所以戴起来不会有太厚实的感觉 太金属表壳上有镀上了RCE有名的Ultrahex硬度镀层 大家都知道我对刮不坏的手表情有独钟 所以这是大大的加分 外圈使用了DLC黑色的24小时单向转动外圈 虽然说一般的GMT外圈都是双向转动 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单向外圈转起来的一格一格的感觉 外圈上的数字都涂有蓝色的瑞士Superluminova 非常的亮 那面盘是用简约易度的设计 因为这是一支工具表 所以主要的设计理念就是易度时间 石标使用了长方形的棒状石标 GMT指针使用了亮眼的橘色使针 这样子就可以轻易的分辨了D20区 指针跟石标涂满了绿色的C3夜光 蓝色的外圈夜光配上了绿色的面盘夜光 在没有灯光下看起来非常的酷 面盘总共有四个颜色 有黑色、白色、浅蓝色和橘黄色 而我们开箱的这支是橘黄色的面盘 很多人会说GMT指针跟面盘一样颜色 这样不会很难分辨吗 但我个人不太喜欢显眼的GMT指针 只有我真的需要的时候认真看才看得出来 平常是看不太到的设计 Acentus 的机芯使用了 Sego NH34 GMT 机芯 有着跟NH35一样的耐用度 而且日后如果要保养或维修都非常的方便 背盖是钛金属为了迎合200米的防水深度 那这一颗机芯跟一般的GMT机芯一样 拉到第一格往上转就可以开始调整GMT第二时区的指针 那往下转就可以调整日期 那拉到底就可以开始调整时间 RZE 在Acentus 上使用了全新设计的Hexling 钛金属链带 跟之前的Oyster Style 的链带大有不同 这次使用了类似Jubilee 的五珠链带 因为这样的设计会让链带的活动度更大 戴在手腕上更加的服贴 我觉得比之前的链带束缚很多 表扣做得非常的扎实 而且有解开的按钮 表扣上有六个可以调整长度的洞 方便调整长度咏 暑假即将来临 相信很多人都有出国的准备 Acentus 可以说是一支 非常适合跟家人出游时所佩戴的 拥有了1200HV的硬度涂层 又有200米的防水功能 带着小朋友在游泳池时不用担心被刮坏 重点还可以记录第二时区的时间 不管去到多远都可以知道家里的时间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网路上订购 好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